一直有时间观念的狗子 每到下午这个点的时候 果果就在门口等着妹妹放学 结果真的发现她真的在门口等着了 为了不让我说她 赶紧跑回窝窝去睡觉 但其实她还是盯着门 时刻关注着门外的动静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她又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等 走吧我们一起去见妹妹 好 果果坐好了 她在看快到了没有 到了没有啊 果果 右眼有很多小朋友了 我们不能下去吓到人家了 我们在车上好不好 听话后乖乖趴下来等着 开了 进去吧 太开心了 三年后会梦见我